Bossoir 這個時候呢我們剛剛已經學完了人稱代名詞 也就是我們一般以前學的 你我他 je du il il 那我們你們他們 還有包含男生他們跟女生他們 nu vous il il 對不對 那法文裡面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個代名詞 我們叫他 レポノトニック 就是強調代名詞 那這個代名詞他用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東西是在英文跟中文沒有的 就是說他是特別強調我 我怎麼樣子 你你怎麼樣子 例如說我們要講說是他偷的東西 是他 是我做的事情 這個時候我們強調某一些東西的時候 強調我這個人 我是我 是你 法文用的就不太一樣 他的語氣就比較重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例如說我 我 這個是正常的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你我他的那個我 他是屬於人稱代名詞 可是當他變成了 這個 他會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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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好同學這個可以特別的記下來 所以 當 我 的時候 變成了 強調代名詞 也就是 我們叫做 我 劇的時候變成 大 一的時候變成 綠 L的時候呢 他要不要變 他不需要變 他還是L 那很棒的就是說 除了他不需要變之外 像我們一般講到的怒 他 再變成Ponotonic也不需要 他也不需要 然後呢 V的時候呢 他也不需要變 也是一樣是Vu 導師有一個最奇怪的 就是這個 IL IL 它是 他們 也就是複數 他會變成 好同學這個發音呢 要怎麼發呢 這個是 同學你看念 一二 有沒有我們中文是 一二 那如果你把那個 把你的嘴巴稍微變圓一點 就變成了 同學看到這個 呃 在法文裡面的發音就是 這個音 那X X X這個地方呢 我們是不發音的 好 那如果L怎麼辦 還好 L 他如果變成Ponotonic 他也是不需要 做任何變化 就是L 所以我們來複習一下 je 是moi du 是toi il 是lu elle 樣 是L 那怒呢 還是怒 Vu 還是Vu il 變成E l 還是L 好同學會覺得很奇怪 那這個東西我們到底要怎麼用啊 用在什麼時候呢 很簡單 譬如說 我要講說我叫什麼名字 那這個時候我們上課應該都有學過對不對 Je m'appelle Patrick 好 正常我們來講說 我 稱呼我自己 叫做Patrick 這個是我們用一般正常的我來解釋 那如果我們想要用Ponotonic 我們會變成 Moi C'est Patrick 好這個也是一種介紹自己名字的方法 例如說Moi 有沒有Moi 我呢 好就是你們發現他就是比較強調了 就是我呢 C'est Patrick 那這個C'est 就是this is 有沒有就是他 英文是this is 法文他這個C'est 用在好多好多的東西上面 例如說Moi C'est Patrick 然後呢 你會想說 欸他 他說C'est Parisemble Lui C'est Luc Lui C'est Luc 他呢 他是Luc 然後呢 例如說有人要問說 欸誰叫做Hélène Hélène 這是女生的名字對不對 有人說Hélène Hélène Hélène你人在哪裡啊 那有時候 那有時候我們會講說 Hélène 通常那個女主角會講Hélène C'est moi 欸有時候叫他驚嘆 Hélène 欸就是我就是我 有沒有發現 我們會講到C'est moi 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這個 Moi D'Ire L Nous V E L 這個音呢 就會比較強一點 Hélène是誰 Hélène就是我 Hélène C'est moi 所以說這個就是強調代名詞 它的一個用法 他通常會發現在C'est 後面 通常我們會加的就是這種強調代名詞 好 那我們來做個很簡單的複習 再來看一次 所謂的強調代名詞有哪一些 很快的我們來看一下 我 J' 他的pronotonique就是 moi D'Ire D'Ire 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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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還是 L Nous Vous Ire Ire 會變成 E L還是一樣 還是L 以上 這個就是所謂的pronotonique 亦 C'est C E R C E E 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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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